大家好欢迎来到环球网校 我是张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第十节的内容 第十节讲的是建设工程项目的风险和风险管理的工作流程 那么这一节每年差不多考到两分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涉及到的主要考点 一共有两个大的考点 那第一个说的是风险的类型 它把我们在整个项目建设过程当中涉及到的所有的风险 一共归成了四大类 而考试的时候要求大家 只要我们能够把这四大类给区分开就可以了 就是第一个大的考点 然后第二个呢是风险管理的工作流程 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管这个风险 关于这个风险管理这儿 就是我们怎么做才能够让大风险变小风险 让小风险变零风险呢 工作的流程 好接下来来看一下详细内容 先看第一个 风险的类型 我们在开始讲解风险类型之前 先来看一下基本的概念 第一个就是到底什么是风险 这个风险量又该如何去判断 还有风险等级又该如何去划分 好我们先说第一个 到底什么是风险呢 比如说我们在建设一个项目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很多的风险 那么到底什么是风险呀 这个风险指代的就是损失的不确定性 会不会有损失呢 不一定 有可能会有 所以损失的不确定性 指代的就是风险 而对于我们建设工程项目来说 那么什么叫风险呀 来看一下 它对于建设工程项目而言 这个风险指的是 可能出现的影响项目目标 实现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而是可能存在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这就是风险 就是有没有损失呢 不一定 损失的不确定性 好 这是一些基本的概念 我们看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来说第二个 风险量 什么又是风险量啊 其实就是风险的大与小 到底是大风险还是小风险 我们根据什么去判断呢 这个风险量 它到底跟什么因素有关 在这里呢 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而且往年的时候呢 我也都会说这个举例 可能老学员他是知道的 比如说 我们对于乘坐飞机这个交通工具 大家可以来考虑一下 你认为它的风险是大的 还是风险小的呢 到底风险大还是风险小 当然可能有学员说 认为它的风险是大的 那理由呢 就是如果这个飞机掉下去之后呢 那必死无疑了 说明它的损失量很大 那损失量大 当然也有学员认为 它的风险是小的 因为它基本上是掉不下去的吧 所以当你认为它是小的时候呢 你可能是这么判断的 就是它发生的概率很小 概率小 那整体上乘坐飞机这个交通工具 它的风险是大的还是小的呀 注意它属于中等风险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 我们判断一个风险事件 它到底是大风险还是小风险 其实它是综合了这两个因素来的 它综合了它的损失量 也综合了它的概率 二者 综合了二者得来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风险量的大于小 它是由两个因素决定 一个就是损失程度 一个呢 就是它发生的概率 一定要记住 影响风险大于小的因素有两个 一个是损失程度 一个是发生的概率 好 这是两个基本的概念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个风险区域 刚刚我们说了 影响风险大于小的量有两个 一个是损失量 一个是概率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 在这幅图当中 横轴用损失量来表示的 而纵轴呢 它表达的是概率 然后它把整个风险区域 一共分成了四种不同的区域 有A区域 B区域 C区域 还有最后一个D区域 好 那么在这里 关于这个图 它考试的时候怎么考啊 你要注意它会这么考 我们如何做 才能从A区域变到D区域呢 怎么做呀 看一下啊 在整个这个图当中 它的手段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这样过来 第二个是这样过来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它怎么过来 比如说现在它在A区域 注意这个A区域的时候是损失量很大 并且概率也很大 那么我是怎么过来的呢 从A到B 它降低的是什么呀 你看 纵轴是概率 所以从A 你当你降低概率的时候 是不是往下走啊 降低概率的时候到B 从B再降低损失量 是不是到D了 这是一种途径 还有第二种途径就是 你从A 从A 我降低损失量 从A 我降低损失量 是不是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的话 就会到了C 然后我从C 我再往下降低概率 就会到D了吧 好 它就会这么考 就是我在A 通过降低什么 到哪里 这个我们必须要判断 如果说这种题目 你想要做对的话 那么关于这个图 我们必须要记准了 而对这个图 我们必须要把握住两点 我来说一下 第一点 就是 横轴 指的是损失量 然后呢 纵轴 指的是概率 这两个不能颠倒 如果你把这两个颠倒了 那肯定会错了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就是A B C D 它的一个位置关系 注意 它们四个的位置关系 不是蛇形排列 它不是蛇形排列 它是怎么排列的呢 就跟我们古代写文章一样 我们古代怎么写文章 古代写文章的时候 是不是 比如说这是那个性质 它是这样的呀 我这里写A 然后这里写B 我写完了之后 我要另起列 C D 是不是 所以在这里 我们必须要记住 A B C D 它的一个位置 必须我们掌握住了 这两个 这种题 才能够做对 当然了 那也不排除说 我这个记错了 这里我也记错了 结果负负得正了 这种概率太低 所以我们还得认真地把它给全部记住 好 这是风险区域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看一下风险等级 这个风险等级是由什么去判断的 大家永远你要记住这句话 我们判断风险的大与小 永远和两个因素有关 一个是损失程度 一个是发生的概率吧 所以我们在判断 某一个风险 它的等级有多大的时候 我们要依据它发生概率的等级 还有损失等级二者进行判断 在我们教材当中 他给了我这么一个矩阵图 我们来看一下 关系矩阵图 整个风险等级 它是由损失等级和概率等级二者来得出来的 综合判断出来的 比如说 我们看一下 当这个概率等级 概率等级是二级的时候 损失等级是三级的时候 我们找着概率等级二级 是这一行 损失等级是三级 是这一列 那么整个风险等级是几级 就是交叉的这里 二级 就是二级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概率等级是四级 在这儿 损失等级是一级的时候 在这儿 交叉的就是二级 好 这个就是他们二者的一个关系矩阵图 但是我们记这个矩阵图太麻烦了 所以怎么办 给大家总结了这么一个公式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公式记住就可以了 这个公式就是 我们判断某一个风险事件 它的风险等级的时候 整个风险事件的风险等级 它等于概率等级 加上损失等级 二者求和 求和之后呢 结果除以二 除以二之后 你再注意 我们再取整数 你不能四舍五入 你要直接取整数 而这个整数 就是我们整个风险事件 它的风险等级 简单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的损失等级 三级 概率等级 二级 那么整个风险事件的风险等级呢 就是三 加二 等于五 五除以二 等于2.5 注意 这个时候我们只取整数就可以了 所以整个风险事件的风险等级就是二级 你不能把这个0.5进上去 不能进 我们只需取整数 把这个小数舍掉 能懂吗 你要这么算 只要我们记住这个公式 这个表格就可以不用去管它了 全部都是对的 每一个我都给大家试过了 好 这是风险等级 然后我们再往下 看一下 它这个风险的一个划分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将工程建设风险事件 按照不同风险程度 给分成了四个等级 有一级风险 二级风险 三级风险 还有四级风险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一级风险等级是最高的 后果是灾难性的 也就是说影响最严重 灾难性的 并且能够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 然后二级呢 就是较高 后果严重 可能在较大的范围内造成破坏和人员上网 然后再往下 三级呢 就是等级一般了 四级呢 较低 这个四级呢 就是可忽略的风险 所以在这里要求大家注意 一二三四 这么四个级别 哪个最严重 注意 是一级最严重 四级是可忽略 必须要清楚 好 也是由于这种情况 所以你看刚刚在这个公式里面 你不能往上进 比如说我们算出来是2.5 你要是进上去 那就变三级 你要是把0.5舍去 就是二级 我们应该是从大 必须要从大 哪个严重啊 这个二级严重 所以我们要从严重哪一个 所以你不能 不能把0.5进上去 你要把它舍掉 能懂吗 好 一级最严重啊 好 那关于刚刚讲的一些基本内容 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考验清单 第一个 风险量 取决于哪几个因素啊 我们判断风险的大与小 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个是损失的程度 一个是发生的概率 好 然后第二 风险区域处于A 你看这个风险呢 它处于A区域 通过降低损失量到达C吗 我们来画一下啊 在这个风险区域图里面 横轴是损失量 纵轴是概率 然后A在这里 B在这儿 C最后一个D 好 那你现在 如果是在这个风险A区域的话 那么我降低什么到达C啊 你降低什么到C 你在A 你降低什么到C 降低往这边走吧 是不是降低损失量啊 你降低损失量到C 降低损失量到C 正确 正确 好 然后再看第三个 风险等级 几级最严重 一共是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几级最严重啊 一级最严重 是灾难性的 而四级呢 是可忽略风险 然后第四个 当风险损失等级 是三级的时候 概率等级 是四级的时候 那么整个风险 事件的风险等级 是几级啊 是三加四等于七 七除以二等于三点五 我们直接取整数 几级呢 三级 三级 你不能把零点五 进上去 把它舍掉 这是三级 好 来看一下题目 第一个 在事件风险量的 去图当中 若某事件 经过风险评估 它处于A 看案 画一下 在这个图里面 横轴是损失量 纵轴是概率 那么它现在呢 处于A 然后它说 采取措施 降低概率 降低概率应该是 往下走吧 往下走 你这里应该是 到几了 到B 位置是A B 这边是C 这边是D 所以一致的是B 风险 区域B 选A 好 第二题 根据建设工程 项目管理规范 若经评估 材料价格上涨的 发生的概率呢 是一级 一级风险 概率是一级 造成的后果呢 是三级 那么整个风险事件的 等级是几级啊 就是一加三 等于四 四除以二 等于二级 选择 B选项 二级风险 好 好了 看一下第三题 关于风险量 风险等级 风险损失程度 和损失发生概率 之间的关系的说法 我们来看一下 挑对的 看A 他说风险量越大 损失程度就会越大吗 注意 影响风险量大与小的因素 有两个 一个是损失程度 一个是概率 当你风险量大的时候 它很有可能是 损失程度大 也有可能是概率大 我们不能说 直接就是损失程度大 千坨 这个A 不能选 看B 损失发生概率越大 当这个概率越大的时候 我们整个风险 视线的风险量 还越小 肯定不对 它肯定也是越来越大的 当你其中的一个 变大了 那么这个风险量 它肯定是越来越大的 而不是变小 所以B也不对 看C 风险等级和风险损失程度 是呈反比关系吗 你注意 我们这个风险 风险 风险等级 就是整个风险事件 风险等级 说的是整个风险事件的风险等级 那么这个风险等级和这个损失等级 它俩是正比关系还是反比关系 当然是正比关系了 你这个损失越大 你这个风险等级就会跟着越大吧 不是反比关系 是正比关系 看D 损失程度和损失发生的概率越大 风险就会越大 就是这个损失程度越大 概率越大 那么绝对会导致整个风险等级会变大 正确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应该是选择D 大家必须要清楚 你要去注意 影响一个风险大与小的因素有两个 两个因素能够影响它 一个是损失程度 一个是概率 当它们两个都大的时候 那么整个风险事件 它的风险等级肯定是大的 好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选D 第四题 根据建设工程 项目管理规范 一级风险指的是最严重的灾难性的风险吧 应该选哪个 选D 风险后果是灾难性的 并且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 选D 看A选项 后果严重 可能在较大范围内造成破坏和人员伤亡 这是几级风险 二级风险 后果一般对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破坏的范围较小 三级风险 后果呢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忽略 可忽略风险是几级啊 四级风险 好 那么一级风险是选择第四个选项 选D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看一下第二个是建设工程项目风险的类型 那我们开始讲这个风险类型了 关于这个风险类型呢 它主要是把我们在整个项目建设工程当中遇到的所有的风险归成了四大类 有组织风险 经济管理风险 还有工程环境风险 还有技术风险 它归成了这四大类 那么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先看组织风险 组织风险 比如说第一个组织结构模式 这个说的是不是组织论 组织论里面它包括组织结构 包括工作流程 包括任务分工 包括职能分工 对吧 所以跟组织论相关的风险 我们通通归为组织风险里面 大家记住了啊 一方面是组织论 然后第二方面 业主方人员的构成和能力 业主方的人员 有哪些人构成的 以及他们的能力如何 设计人员和建立工程师的能力 承包商管理人员和一般技工的能力 施工技业操作人员的能力 和他的经验 损失控制和安全管理人员的资历和能力 所以在这里啊 我们就把关键词提炼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能力 对吧 知识经验能力 人的 知识 经验 还有呢 能力 所以只要我们看到 跟组织论相关的风险 跟人的知识经验能力相关的风险 我们通通归在组织风险里面 好 这是第一类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类 经济与管理风险 一说经济 它肯定要跟钱有关 必然要跟钱有关 管理 管理工作 所以在这里要跟钱有关 或者是要跟管理工作有关的 通通属于这里 那么在这里呢 它给我们写了七个举例 大家要注意 在我们考试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书上给的举例 你记住了 应付考试就可以了 书以外的 其实在我们公共课里面 是可以不用管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经济管理风险 第一 宏观和微观的经济情况 这个是跟钱有关咯 属于这里面 第二 工程资金 供应条件 还是跟钱有关吗 只要跟钱有关的 都放在这里 然后合同风险 最前面我们在讲 纠篇措施的时候 我强调过 我说管理措施 它包括了所有的合同措施 也就是说 合同管理啊 它是管理工作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合同 跟合同有关的风险呢 它也是属于管理工作的一部分 属于经济管理风险 然后 现场与公用防火设施的 可用性机器数量 这个防火设施 到底能不能用 以及它的数量有多少个 能不能用 数量有多少个 它跟管理工作有关 跟钱有关 数量有多少个吗 对不对 所以防火设施的可用性机器数量 它也是属于经济管理风险里的 然后再往后 第五个 事故防范措施和计划 那我们为了防范这个事故 做的一些措施和计划 管理工作 还有人身安全控制计划 信息安全控制计划 安全控制 同样 它还是属于管理工作 所以这些它都属于经济管理风险 那目前啊 我们先把这两个给区分开 还是很好区分的 当我们看见组织论的时候 肯定要属于组织风险 看到人的知识经验能力的时候 也要放在这 然后剩下的跟钱有关的 跟管理工作有关的 是不是就放在这里 那么目前这两个 我们是可以区分开的吧 好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看一下第三个 第三个说的是环境风险 这个环境风险 这个也很好理解 我们看啊 都包括什么环境 第一 自然灾害 这属于自然环境 一些不可抗力呀 这属于自然环境 还有沿途地质条件 和水文地质条件 这个也属于自然环境 都属于自然环境 气象条件 还是属于自然环境 所以这三个 都属于自然环境 再往下看 引起火灾和爆炸的因素 引起了我们这个项目的一定的火灾 或者是爆炸的话 那么它也是归为环境风险 简单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在我们这个项目的周边 就旁边有一个炮场 结果这个炮场 它引爆了 给我们项目呢 也连带上了 造成我们这个项目的 一个引起了火灾 或者是爆炸 那你看 是不是它就认为 是我们这个项目周边的 环境的风险呀 由于我周边环境的影响 给我们整个项目 造成了火灾 或者是爆炸 对不对 这个也属于工程环境 周边的环境的风险 所以这个也很好区分 环境风险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技术风险 在前面我们讲到 四大制片措施的时候呢 我强调过 我说整本书 只要和技术有关的 就两个方面 一个是设计 一个是施工 当然 如果说我们再想 再多一个的话 多谁呢 多一个勘查 勘查 勘查设计和施工 他们三个 是和技术有关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举例 第一个 工程勘测资料 和有关文件 勘测 这不是勘查吗 对吧 属于技术 设计文件 跟设计有关的吧 属于技术 施工坊 跟施工有关的 属于技术 还有工程物资 注意这个物资 也是用于施工的物资 它还是和施工有关 还有工程机械 施工用到的机械 还是和施工有关 所以这些都属于 技术风险 好 那这些大家一定要清楚 好 那整个四类风险 我们说完了 接下来呢 我来给大家出一道题目 举个例子 我们先来判断一下 挺好啊 就是对于现场和公用的一些防火设施 这些防火设施有一定的风险 那么我们称之为是什么风险呀 公用的防火设施就到这儿 就到防火设施这里 后面没有了 刚刚刚我们提到 提到了这个现场和公用的防火设施的可用性 这些数量 它到底能不能用 以及数量有多少个 这个说的是经济管理风险 对不对 那如果我直接就单纯的提一下 公用防火设施 后面我不说 后面我不说 我就提到公用防火设施 那么它应该属于什么风险呢 如果我们单纯的提到公用防火设施的话 是不是我们应该放在这个工程物资里面呀 防火设施它也属于物资的一小部分吧 如果啊 它不再提后面可用性及其数量的话 仅仅提到公用防火设施 我们应该是放在这里 工程物资里面 好 也就这一个可能引起大家的一个 这个做题的时候有一定的影响 那其他的呢 都是很好区分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涉及到的考点清单 第一个 现场与公用防火设施的风险 属于哪一种风险类型 这个我刚刚举完例子吧 当我们仅仅提到的 就是这个防火设施的时候 我们应该把它归为是 工程物资那一类 而工程物资它是属于技术风险 对吧 那如果它强调的是 现场与公用防火设施的可用性 机器数量的话 那么应该放在 经济与管理风险里面 好 第二个 事故防范措施和计划的风险 属于哪一类 那我们要对于这个事故的防范 去制定相关的措施 相关的计划 这个属于管理工作 它属于经济管理风险那一类 然后损失控制和安全管理人员的 人的知识经验和能力 这个属于什么 组织风险 组织风险它包括组织论的风险 还有人的知识经验能力 好 看一下题目 第一个 某事工企业承接了一带一路的国际项目 但缺乏具备国际工程 事工经验的管理人员和事工人员 缺了这些人 那么对于这类风险属于什么呀 缺了人 强调的是人 人的知识经验能力属于什么 属于组织风险 所以这到底正起来应该是选择B 组织风险 而这个经济管理风险 你得跟经济有关 比如说这个宏观的经济情况 还有呢 要不就和管理工作有关 比如说合同风险 防范事故的措施和计划 人身安全控制计划 信息安全控制计划 对吧 所以你要不就跟经济有关 要不就和管理工作有关 这才属于经济管理风险呢 而工程环境风险 比如说自然灾害 水温地质气象 还有引起火灾和爆炸的因素 引起整个工程火灾和爆炸的因素 这个属于工程环境风险 然后技术风险呢 包括勘察设计和施工 对吧 好 那么这道题 缺了这些人 跟人有关的 这应该属于组织风险 选B 好 来看一下第二题 现在建设工程项目风险当中 属于经济管理风险的有什么 来看一下 这是16年的真题 A选项 事故防范措施和计划 对于防范事故 我们编的措施和计划 这属于管理工作 它属于经济管理风险 正确 工程施工法案 跟施工 跟设计 跟勘察有关的 我们属于技术风险 现场有公用防火设施的可用性 对于这些防火设施 它到底能不能用 可用性怎么样 这个也属于经济管理风险 这个也是对的 承包方管理人员的能力 人的能力 人的知识经验能力 这属于组织风险 跟组织论有关 或者是跟人的知识经验能力有关 这个属于组织风险 引起火灾和爆炸的因素 由于周边的环境的影响 给我们整个项目造成了火灾或者是爆炸 那么这属于环境风险 工程环境风险 所以这道题属于经济管理风险的 应该是选择A和C 好 第三题 下来影响建设工程 项目实施的风险因素当中 属于技术风险的是 技术风险 勘察设计和施工有关的吗 那么我们找找 气象条件 这个属于环境风险 公用防火设施的数量 可用性机器数量 这个属于经济管理风险 人身安全控制计划 这属于安全控制计划 这属于管理工作吧 经济管理风险 勘察资料呢 勘察 设计 施工 只要和这三个有关的 通通属于技术风险 所以这道题 正起来选择D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土耳光